- 無海賊 哈囉大家好 我是波提 這張介紹的無海賊後呢 接下來介紹的是嘉莉歐 嘉莉歐呢可以說是一個偏冷門的暴力症 大城後傷害非常可怕 現在呢已經進入了看一部片 少一部片的環節 這也是我的最後一支影片了 但不用擔心S7我還是會繼續發片的 如果你還是很想要學習 就是S6.5的一些上分陣容的話 想在靜默充額鑽石大職宗師 都可以去報名我們精英創立的戰棋教學班 近前我們就將一位連前五場都沒打過的玩家叢林 帶上了大師 雖然沒辦法保證說你們一場都吃雞啦 前面也會有1-3場的一個學習摸索器 但是撐過去後呢 你的勝率和排位就會大幅度的上升非常多 並且學習到更多的陣容擺位和運營的技巧 以我教學了700場的經驗來說呢 我比較推薦就是大師200分以下的玩家來報名 或是你單純想支持我們也都歡迎 我們還差8場就能達到50場的目標了 現在有一個新的抽獎活動 只要在5月發布的所有影片都有留言加按讚 並訂閱磁頻道以及副頻道撥題 主持人的組成有加里歐 牛 錦 珊娜 球女 和 分羈絲啦 分羈絆式 三名流 二戶吧 海克斯的話建議是去拿名流轉啊 保鏢轉啊 發條轉啊 還有打鐵布啊 大天使 珠光 蓮花 共享 光彩 比較通用一點的海克斯就是可以去拿 前穩 前貿易大恆 新神代謝加快 超級臭臭樂 組件組合包 出裝的部分呢 加里歐可以去拿 無盡 泰坦 法暴 絕殺手 陣一隻手 等等的攻擊裝備 那最後就是至少要有一件無盡啦 因為他的暴擊傷害呢 可以說是非常高的 還能夠去觸發他的被動效果 有的話可以出反甲 龍爪 冰心 黑書 石像鬼等等的一個坦型裝備 窮女跟瑟拉芬呢 則是可以去拿 力量聖杯 金鏡之毛 死帽 大天使等等的魔攻裝 這場呢 本來是要打連敗的 但是呢 因為前期看到了有兩家海賊 然後又有人就是用約德爾人在農 所以呢 這一局就沒有辦法去順利的連敗 以至於我就改了我的策略 就是 那既然我們今天沒有辦法打連敗的話 那我就打連勝看看好了 好 像這邊這個人呢 就是賽到海賊 然後他就直接刪海賊 所以 這一場有兩家的海賊 照理來說呢 他們應該是會比較 就是難打一點點 因為兩家海賊的話 他們要連敗的話 就會比較困難一點點 他們可能放了血 就會比較多 那這邊拿到這個拳套 很棒 因為我想要合一個無盡 然後我之所以會留就是 罪惡集團的牌 就是我有想說我是不是要來玩艾希 這裡呢 我就是無盡先給他合上去 然後這一場我的PIN 有一點高 應該也不是有一點高 而是 非常 非常高 就很離譜 就不知道為什麼突然 這個網路超級無敵不穩的 就是本來就已經很不穩的這個網路 然後 就是這一場開打的時候 整個瞬間炸裂 好 這裡的話 我覺得我是蠻難打他的 因為他是拿 組件組合包嘛 好 這裡 我感覺是 要直接爆炸了 可以嗎 這希爾斯 呃 丟 捧 好 沒有 沒中 但是我們娜爾這次還蠻極力輸出來 就是他在一星的時候 就打了3000多的傷害 那最主要是 因為我們本來前期就是想說要去走一個 連敗打法嘛 因為我們的瓢牌其實是沒有這麼好的 只是在這裡的話呢 因為娜爾 有復約的人的關係 他就是身上了一個惡性的狀態 那在這邊的話 我們的整體的陣容質量 就有一個明顯的提升了 前面的話 我們的陣容質量真的是太低了 在不得不的狀況下呢 就是沒有辦法去保住我們的連勝 這邊呢 就真的很可惜 你看我們這邊就插了二之五那一個勝場 然後就可以拿下這個連勝了 好 這邊我們看到有一個呢 嫖卡專家 他也是已經嫖到這個 就是希維爾 好 這邊的話呢 我先再繼續抓了一隻艾希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想要拍片嘛 所以今天 我也會讓自己留一個後路 就是去留一些 我沒有拍過的一些陣容 像這邊 對面的話呢 他的 維克斯呢 也是一個惡性的狀態 然後他已經有兩隻的 山納了 甚至他現在是 五等四十塊的一個節奏 喔 這邊 哇 一整排 納爾 好像在丟保齡球 直接對方全倒 哇 我這邊以為會打輸 因為 其實對方他的質量很高喔 這邊納爾就打了一個 六千九的傷害 然後我本來是想說 讓自己留一個後路 就是要去轉玩艾希的 只是呢 這邊再稍微思考了一下 如果我這邊納爾二星的話 我也可以考慮 就去玩一些九五大陣 就是像說 可能可以去玩納爾克斯啊 傑西啊 還有加里歐這樣子的角色 是不一定是要去 就是主玩艾希的 只是我會比較偏想要去玩艾希 為什麼呢 因為我艾希也沒拍過嘛 可是我九五已經拍很多了 所以 如果今天我真的要玩的話 我可能就不會去選擇說 一定要是納爾克斯跟傑西 因為 就是你們一定已經看過很多了 然後這裡的話 就選擇了社交之星 最主要的也是社交之星 比較通用嘛 然後他這個位置 我覺得也沒有到很差 這裡呢 就拿這個三娜 抽一個 三明流 因為三明流就有回血 我現在覺得有回血的話 是蠻重要的 其實我覺得 這個贖罪生死 本來是覺得 就是因為想要玩艾希 然後就先合了 結果 在這裡的話呢 我覺得可能合一個 這個 竊節手套也是挺好的 不過 還好這邊我們有進一隻三娜嘛 所以 這裡就可以再補一個 三色交就蠻不錯的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有兩條路可以走 如果這裡可以強到攻的話 我就會覺得說 那我們也可以就是考慮去玩艾希 那沒有攻的話 那就不用了 因為 如果你今天沒有最後爾虞的話 其實你這樣子 很難去打動前排的一些角色 所以我們不需要特地的去玩 就是艾希這個狀容 那對方的話呢 他的名聲就是海賊開獎 而且他開得還蠻不錯的 就是他的這個球女是已經二星了 然後他已經有抓到希爾科這張角色 這邊我們可以嗎 因為他每一個人都是中毒的一個狀態 哇 感覺好像有點難 然後他的這個直爆了 OK 可以耶 沒想到他竟然 直接把這二星球女給砸死了 那個球女如果開出大絕的話 我們就輸了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變相的 就是給那個海賊再一波的一個壓力 好 我們這邊就打出了一個五連勝的狀態 那這個呢 就是 他前面嫖卡也是很順嘛 你看他已經有 就是四費的 瑟拉芬 然後還有伊瑞利亞 以及希維爾 就是他的 所有的一些關鍵牌 所有的Key牌 他都已經找到了 然後這邊我們的娜兒 一直空大 狂丟猛丟 一直沒有丟這個希維爾是怎樣 怎麼丟都沒有中 喔 結果一發就倒 沒關係 剛剛都是在演戲啦 就是先去讓一波 沒有問題的 然後這邊就直接 一拳 一排 一整排就倒下了 其實我真的覺得他很像在丟那個保齡球 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娜兒的傷害真的非常高 而且 因為他的傷害是可以直接貫穿到後排的 所以 你就不用太擔心 OK 這裡的話呢 我就發現我的 這個吊裝真的非常的慘痛 這裡的話呢 要嘛就是我們合兩個西風 然後要嘛就是 我們就是合防禦的一些裝備 這裡呢 我就先合了 嗯 我稍微想了一下 因為 我有點猶豫說 我這個是不是應該要留一個去合水銀 就是代表說 我還有一個轉正的餘地 好 這邊 我這個娜兒砸兩下 對方的後排就全部倒下了 OK 看得出來 娜兒他的這個傷害真的很高 然後因為 就是拼太高了 所以就看起來就是有點頓頓卡卡的 有點Lag了 還有就是我在4之1的時候 就拉了8的 然後呢 我讓我的這個 特性點擊是比較晚開的 就是我這個文章次數一直都沒有打開 因為我會希望就是旁邊的羈絆湊越多 他開獎的機率就會 就是開得越好這樣子 所以我想要抽 就是保鏢轉 或者是說我們今天再抽一個 就是社交名流轉 那我的提升就是肯定會是非常大的 好 這邊就會很明顯的 看得出來有多Lag了 OK 這邊我們娜兒可以嗎 可不可以去敲那個 敲那個凱特琳啊 哇 一直不敲欸 但是沒關係 因為我們的娜兒會一直回血嘛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才掛3名流而已 其實他的傷害就已經就是 非常高了 這邊就打了一個1萬3的輸出 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不知道用哪一隻角色過度的話 你就是直接用娜兒就行了 你用娜兒啊 山納啊 都是很好去過度這個陣的 結果沒想到 我真的不知道這特性點是Bug還是怎樣 因為我這邊完全沒有開出任何一個相關的羈絆 我們左邊有搭上的社交名流護法 打手保鏢 沒有中半個 然後這邊反而是拿到什麼刺客啊 一能走之類的 所以這跟 嗯 設計師公告的內容顯然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在 就是新的版本的發布會的時候就有問過 設計師說 之後有要調整 這個 就是文章之書特性點擊了他的一個效果嗎 但他的意思是說 他就已經 嗯 就是有一些相關的條件符合之後 你就比較好去開到相關的一些 就是羈絆了 但很明顯 這要嘛是Bug 要嘛就是 他沒有調好 或者是他突然改了他的一些設定的內容 不確定 到底是怎樣 這個部分呢 還可以再去跟設計師討論一下 好 這邊我們打到的是這一個 希維爾 那這個希維爾呢 他是一個三件套的神裝嘛 我們這邊 娜兒呢 其實娜兒就是有一個小缺點啦 就是他會一直空招啦 你看 這邊就是完全沒有丟到那個希維爾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他的傷害真的太高了 所以那種 一星的希維爾隨便亂打 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們就是從前面就已經爆打了好幾家的 希維爾 那種四貝卡的陣容啊 他在未成型的時候 就基本上就是 被這個娜兒打爽的 這邊 因為沒有這個社交名流的關係 就是你要嘛拿社交名流 要嘛拿保鏢轉 或者說發條轉也OK 因為發條轉的話 你就可以掃上一隻鏡嘛 那如果你今天 就是開的更好 有兩個這個保鏢轉的話 那是最好的一個狀況 因為你就會有 就是可以搭上四保鏢 好 現在我們這邊就比較難去湊上四保鏢嘛 然後我這一場說 我們再忍耐一下 就是先稍微的挨打一下 然後不要太快的去換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們如果在這裡先去換的話呢 我們可能會 就是經濟不是那麼好 就是我們剛好升等 然後就沒有錢可以刷牌 所以 要嘛就是我們可能等到 呃 五支五 或是說五支二的時候再去升 會是比較好的一個狀態 然後這邊這個次輪就真的超級尷尬 因為就沒有東西可以喝這樣子 OK 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先上了這隻牛 因為牛呢 它畢竟就是有控場 而且 它比較坦嘛 可以坦在前排 然後這邊的話 我是覺得我的那個波比的裝備是可以下給牛的 會比較好 然後這邊我們的 娜爾 絕對被吞了 可以嗎 娜爾又活了起來 這裡 你看對面它就是抽到兩個打手轉 所以 這個版本啊 比較尷尬的就是這種狀況 就是你抽的 那個特性點之一 如果抽爛了 然後別人抽的很好的話 你們的落差就會非常的大 好像這邊你可以看到還有人是抽到那個執法者啊 之類的 就是反正就是 如果他今天有抽到一些比較相關的羈絆的話 你就會變得 就是非常的難打 然後這裡我就是有什麼裝就先合了 所以我們這邊吸封 就先給它合起來 然後對方的話呢 它的珊娜呢 竟然已經要來到三星了 難怪我一隻珊娜都沒有 也不知道一隻都沒有啦 就是只有一隻 就真的就只有一隻 然後呢 它的摩甘娜也是三星的一個狀態 所以它其實是蠻糊的喔 可以看到它這個 哇 我們的 這個娜爾直接把它的珊娜給砸死了 欸 它其實我們是蠻怕這個陣的 因為它會一直回血 然後呢 它不只是一直回血 它的前排跟它的後排裝備 都是非常好的一個狀態 就是它的前排有它該有的裝備 然後它後排也有它該有的裝備 這以後的感覺是打得有點久啊 我們這邊四人為毆 它的摩甘娜還一個不死欸 這邊還打完它的摩甘娜還有它的蟲要打 OK 而且它還抽到三象之裡 它抽到三象之裡跟那個雙胞胎 然後就因為我們贏了 所以我就更篤定說 我們可以在五隻五的時候再去升上這個九等 這樣子我們的經濟狀況就非常非常好 我們升九還有五十塊 怎麼可能刷不到家裡喔 是不是 所以這裡呢 我就先按了兩下升等 因為等一下我們五隻五就可以先嫖一個九等的這個刷牌的機率 然後呢 我有去看一下就是它別人的精 可是就是它們的主C放在哪邊 然後沒有對到好 沒有關係 反正我們這邊也是有吹到這個就是艾克 艾克它這邊身上帶著一個冰心呢 算是很討厭的 然後我們這邊 娜兒一個飄移 真是太厲害了 我們的娜兒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呢 為什麼這麼的lag 就是我們現在的ping已經直接爆增到了一個 就是剛剛已經到了一個400的一個狀態 這邊的話呢 我就決定拿力量聖杯 拿龍爪也可以啦 可是因為這場很多人都是物攻獎 所以我就沒有再去拿龍爪了 不然如果你們今天有遇到像是一些鬥毒啊 或是說一些就是法陣體系的話呢 你就可以去拿寄個龍爪 好 然後反正防裝的話呢 就是都可以扭就對了 這邊的話呢 就是要來刷牌 然後這邊 說實在我真的 就是有點難去做太多的操作 因為實在是太鈍了 好 這邊的話呢 我就先把法暴無盡 然後還有這個三香之力先給它 然後西風的話 因為怕等一下會沒有吹到人 所以我們就先吹 隨便吹一個 然後如果西風的話呢 你就最好是給娜兒或是珊娜這兩隻角色 會比較好去調整它的擺位 不然就是怕你給其他的角色很容易去鎖死在某一個定點 OK 這邊可以嗎 因為我們轉陣還沒有轉好 而且呢 我們現在五名流也還沒有放上去 那麵社交名流要抽到五的話呢 其實你就是有一個名流轉就可以了 所以你就要買海克斯抽到 要買你的特性點擊是抽的 沒有抽歪 對 你只要沒有抽歪就可以了 像我這邊其實就直接讓了一個特性點擊 是非常難受的一件事情 然後這邊先刷牌 就是先把這個加里歐刷到二星 通常你只要有一星的加里歐 然後你的牛牛也是有裝備的 就很容易鎖血了 好 這邊再稍微刷牌一下 然後這裡呢 先去看一下白威爾這邊 珊娜的話呢 就想要去吹那個珊娜的一個玩家 但是呢 他很聰明 就是他的魯魯呢 就是他在旁邊還有放一隻魯魯 所以這邊我們有吹到他的珊娜 應該是要放在那個名流格的後面 是最容易中的 好 大家可以看到他對方呢 他就是有抽到三象之一 就他是一個很糊的一個賭珊娜的體系 然後也是我們比較怕的 因為我們法暴畢竟是吃法術傷害嘛 然後這邊你可以看到我們炸下來 那個傷害都是直接暴擊破千的一個狀態 然後我這邊也讓了一個力量聖杯 因為我力量聖杯想要給球女 所以我就還沒有放上去這樣子 OK 這邊可以嗎 我們加里歐一人打一二三四五 五個人 然後這邊炸下來 瞬間直接把三四個人直接融化好 這邊我們的加里歐又要起飛 欸不是 你就直接揍就好了 你就直接揍他 他就死了 我在這邊揍完摩根娜 還有蟲要揍 嗯哼 就是很容易打到加十賽 而且因為是五名流的關係 所以你的傷害是 就是非常非常高 然後回血效果也是非常高的一個狀態 然後你的回魔能力呢 也是一個Double 好 這邊我們拿到的是一個海克斯轉 如果這邊拿到是寶妖要轉的話 我們就直接起飛了 但很可惜 這邊拿到的是什麼 海克斯轉 海克斯轉在後期呢 是一個完全沒有用的東西 那沒有關係 有總比沒有好 是吧 就是算是那個刺客轉的補償 是嗎 OK 這邊再繼續刷牌 看能不能刷我們的加里歐來到三星 像我這邊都是一直卡著50塊去刷牌嘛 那如果說你的就是血量已經就是完全告急了一個狀態 或者說你沒有像我這麼累的話 其實你可以刷快一點 然後大刷一波這樣 這邊的話呢 我就想說我們抓一下禁好了 禁的話就直接換掉這一隻布朗姆 然後再繼續稍微刷一下 因為我們的其他角色其實都還沒有來到二星 雖然是有一點點慢的 OK 這邊 因為就是實在是太鈍了 所以就是放裝備 但是換角色呢 都是會比較慢一點點 你看我們這邊爆拼 已經爆到500拼了 我真的是從來沒有爆到這麼多拼過 OK 對方的話呢 他就是那個天虎海賊的一個玩家 就不知道誰給他開獎的 那我覺得他比較糊也是 就是他抽到那個自然之力啊 然後他有雙重空的物資 以及呢 他有小小大英雄 所以 他這個 就是 真的太難打了 所以我們這邊就沒有打贏他 OK 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來拼拼看我們的家裡歐能不能 哇 我們差一隻了 好 我們這邊差一隻的話呢 當然是 射拉芬就算了吧 就走吧 而且 有很多 就是有另外一家的 就是海賊的玩家呢 已經把我們卡了很多的武廢卡 他拿了坦肯齊嘛 然後 希爾科啊 還有維克特啊 以及還有人在抓凱撒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的家裡歐是一個沒有人要的狀態 因為如果你今天不是想要玩這個陣啊 其實你也不太會去抓 就是家裡歐這張牌 其實大家會比較偏向就是去拿 凱撒啊 吉英科斯啊 這種比較通用的一個 就是武廢 OK 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到就是 對方那種未成形體 或者是說 就是不要太誇張了 不是海賊開獎 基本上都打得贏 那如果說你是想要玩海賊 你可以去看上一隻影片 因為 海賊現在的強勢度真的是非常高 OK 你可以看到 欸 那個海賊玩家呢 他真的已經武廢啦 超多張惡心 然後這邊就 稍微看了一下 不是啦 他刷乾之後他的 吉英科斯竟然也直接三星了 欸不是 這跟我的刷牌好像不是這麼的像欸 怎麼跟我的刷牌差這麼多 然後這邊的話呢 我擺在加里歐的後面的這個位置 我跟大家說一下為什麼是擺在這個位置 因為他的魯魯呢 是擺在就是旁邊嘛 所以你只要今天 如果你的明流閣有戰人 然後對方的明流閣有戰人 你想要吹他明流閣的角色呢 你就直接把就是你的西風放在明流閣後面的那一個 就 很容易可以吹到他的C位了 好 像這邊的話呢 我們的加里歐還沒有來到三星喔 然後這邊一炸 哇靠這個 爆擊都是1300起跳的 OK 這邊可以嗎 我們這裡是 就是整體的一個陣容質量 所以已經有起來了 所以可以看到我們牛呢 非常非常的硬 就是有保鏢轉的這個牛啊 他真的是完全打不死的 哇 我們這邊加里歐打了18000的傷害 超級高 而且 大家有看到我們牛其實傷害也蠻高的 就他打了一個4000多的傷害 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沒有加里歐 其實你也可以養牛 就是有些人也會養牛 那為什麼會養牛呢 因為 就是牛比加里歐還要好惡心嘛 好 因為急進法醫呢 離我比較近 所以我就直接拿急進法醫 那如果你要拿西風當然也是可以的 這邊的話就在稍微刷牌一下 看能不能刷到我們的加里歐三星 但看來 三星是真的沒有這麼好刷的 欸 我這一場已經遇到兩個武廢三星的玩家 就是我一天之內遇到了兩個武廢三星的玩家 但是 我從來沒有武廢三星過 我真的是傻眼 到底要怎樣才能 就是一天遇到兩個武廢三星 好 這邊稍微就對了他的金 可是哈哈 吹到你了 你看我這個西風高手 可以吧 我就吹 但是感覺好像是有一點點難去打他 因為他的金克斯呢 是有那個巨人殺手 所以他在打我們這種龐然巨霧就是血量很多的 一角色的時候 不是真的是太好打了 但是你看我們的加里歐三星一下就被毀滅了 又打八千多的傷害 欸 不是這一場真的如果不是他這麼糊的話呢 我們感覺是非常有機會的 OK 我們最後再來復盤一下就是看一下比較正常一點的玩家 這一位玩家他也是就是贖罪嚕嚕的一個體系 而且呢 他的這個摩甘娜還有他的山娜的裝備都非常非常的好 甚至他是有抽到三星之一 所以他的山娜的一個強度是直接拉到最滿的 而且他還是我們比較怕的這種護法的體系 因為他畢竟是一個就是魔抗的嘛 那我們的法術傷害的這個暴擊呢 就沒有辦法暴到最高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其實我們的暴擊呢 傷害也是有辦法達到七八百 這家裡有被12345677一個人圍毆 哇 這邊直接起跳之後然後降下來 你看你直接四個人消失不見 就是你可以看到他的這個暴擊傷害就是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呢 他不是只有這個法術的暴擊傷害 他還有他的一個物攻的傷害 然後我們在這邊就直接打了一個兩萬八的輸出 真的是超級無敵惡心 如果不是他那個時間到的話 其實我們這個回合就是直接玩虐直接贏的 而且呢 我們的其他的後排的角色 還沒有去刷到惡心 還沒有去做一個最真理的提升 所以大家可以很明顯看到這一場 如果不是說那個海賊真的太虎 是遇到一些比較奇葩的 那些什麼三星五廢卡的話 基本上就是隨便屌虐的一個狀態 就去看了一下 C mean,最後一一塊有個游出 Cya也是每個游出